第四课 Lesson 4 American Language Course 是美语讲座 Lecture 12 第十二讲 这个第十二讲字 My watch is the same as yours My watch,我的手表, is the same as 这三个字, the same as 就是一个片语,与什么什么相同 与什么相同呢? 那就那个与什么东西相同 就是放到s的后面 与你的相同, yours Yours我们前面第二课就讲过 是个所有代名词 这个yours,你怎么知道是代表手表呢? 因为前面第二个字就是手表 My watch,后面就是your watch 为什么不用your watch算了 为什么要用yours 这个答案我从前已经告诉过各位 你还记得吗? 为什么不用个your watch 干脆何必那个yours 让人苦恼困惑 加深大家的负担 学这么多新的玩意儿 就是因为要使这个文字比较美一点 My watch is the same as your watch 没有几个字 没有几个字出现了两个watch 不好听啊 所以一定要把后面那个watch给它消灭掉 怎么消灭呢? 用个yours就把它消灭掉 这是使这个语文比较漂亮 就要这样讲 这是我们这一课书要讲的重点 各位如果对于文法比较了解的话 这是我们所讲 这个比较机 将来我们讲形容词的比较机的时候 还有最高机的时候 先讲这种同等的比较 同等的比较就是用这些片语 the same as 各位看下面 part one sentence pattern 就用这四组来讲这一课的文法 这四组片语 第一组就是the same as 在正中央的地方各位看 与什么什么相同 大家你想到你要用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套用这三个字 与什么什么相同 the same as 那么如果是similar to 与什么什么相似 那就是用similar就是相似的 差不多相同啊 并不完全相同 可是上面那个the same as 百分之百的也一样 similar大概85%是相同的 similar后面用to 第三个就是like like这个字就是当像讲 这个字不当喜欢讲 英文这个like这个字相当的困难 你要是搞不太清楚的话 你就把字典打开来看看 你看这个like有多少的变化 它又是当动词 又当形容词 又当名词 又当界隙词 等等 它各种的变化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你记得 就是当界隙词用like 当像讲 不当喜欢讲 如果是喜欢的话 那就是动词 i like you 我喜欢你 you like me 你喜欢我 那么第二课就应该这么讲 是代名词这个主歌跟寿歌交换 i like you you like me 前面没有用like 用i love you you love me 我爱你 你爱我 这个比较是大家听起来舒服一点 那么这个like也是一样 那是当动词用 现在它当界隙词用 当像讲 多半词就是 is like 这个人是像那个人 中国话大概那个式子都不一样 你好像你的妈妈 you are like your mother 不用are like 也可以用look 看起来 you look like your mother 你看起来像你的妈妈也可以 放在look的后面 look like 也是 当像讲 就是看起来像 听起来像 那就是sound like 这些字我们将来再讲 还有这一组专门讲这个linking verb连队动词的时候 什么sound like taste like 尝起来像什么 这个一块东西尝起来像巧克力糖 就是taste like chocolate 好这是like这个字 在这里当像讲 你把它记到了 下面一个不同的是different from different就是不同的 写用词 名词是difference difference是它的名词 不过different这个字后面都要用个from 可这些都要各位背下来的 the same后面要加个s similar加个to like什么也不加 已经它是介习词了 different跟from 这里面一共是三个形容词 same similar 这就是形容词 different也是形容词 只有那个like是一个介习词 各位把它记清楚 他们的词类 现在我们就用这四个片语跟各位来造句 不过这里呢 要告诉各位有两种说法 你看这四个片语放在中央是这样子的 但是也可以把它放在最后是第二组 我们先看第一组的例子 this is the same as that 这个是个简单的格式 这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相同的 就是this is the same as that 也可以讲a is the same as b n跟b是一样的 那么a可以代表一个东西 b可以代表一个东西 那世界上说几百种几千种都可以 你的房子跟我的房子一样 都是三个卧室外面的格式也一样 your house is the same as my house 不讲my house不好听 my your house is the same as mine 拿出来你的钢笔 你的钢笔给我的钢笔一样 your pain is the same as mine 这都可以比 第二个就是 my pain is similar to yours 没有用这个the same as 来比用similar similar就是相似 我的钢笔跟你的相似 差不多多少 八分之八十是一样 第三 his shirt is like mine 他的衬衫跟我的衬衫呢 有点像 is like 像 像我的衬衫 那我们中国人想想看这个像到底像多少呢 那么百分之八九十是像的 也没有说完全一样 我们中国人想想看这个像到底是像多少 那么英文呢就是这个is like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像可是百分之八九十都一样 第四 your car is different from mine 你的汽车是跟我的不一样 different from 你的汽车是美国货 我的汽车是日本的toyota 是吧 丰田汽车 那么这是一个美国货跟日本货 是different from 完全不一样 一点都没有similar也没有 所以这是大不相同的 用different from 你的书跟我的书不同 your book is different from mine 就好了 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不同 我们中国人跟这个老美在一起生活 然后抬起杠来了 那我们的人情外亦比较浓厚 你们美国人吃饭自己扶自己的钱 没有什么人情味 不过他们这个也不错 我认为 不过你可以讲 my country is different from your country 我的国家跟你的国家不同 our customs 我们的风俗习惯 are different from yours 跟你们的不同 这个你就可以扩大你这个用法 你的汽车的生字越多 你就可以变化无穷 希望各位把这个格式学到 你多增加一点生字 你就说的多广一点 尽量的把它套用 这是把这几个形容词的片语 放在中央是这么讲的 还可以把这几个形容词的片语 放在最后 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要比较的这两个东西啊 放在最前面 这个东西 and那个东西 are the same 这样讲 a and b are the same 把它放在最后 the same后面没有s 不能够再接s 就讲the same 一样就好了 a and b are the same 或者是讲 a and b are similar a和b是相似的 a and b are alike alike就变成形容词了 因为上面那个like是介绍词 现在需要用形容词 我们一再的说 b动词的后面都跟上一个形容词 刚刚那个b后面跟的介绍词 因为介绍词后面需要跟上一个受词名词 那是可以的 在这里呢 后面什么也不跟呢 一定就要用个形容词 所以把那个like like的形容词是alike 前面加个a 字母加上去 就变成形容词 是相像的 也可以用identical identical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 中国话讲一模一样 就是identical 因为我们说领的身份证 那美国没有身份证 所以查户口也很难查 那么他们就凭driver's license 我们看驾照 就是美国人的身份证 所以他也算一个ID card ID card就是identification card identification就是这个字变来的 identical identification是名词 identical就是形容词 一模一样 因为你的身份证上的照片 跟你这个人一模一样 换一个我不要用我的这个照片 用我弟弟的好了 年轻几岁 那不行 不是identical 虽然你们长得有一点像 有一点similar 可不是identical 说identical的程度更高 也就是一百分之一百了 最后是a and b 主词和另外一个主词 are different 不同 那么这个时候 different后面的from 也不要了 这两个东西不同 你的书跟我的书不同 your book and mine are different 就可以了 你们的国家的风俗习惯 跟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 your customs and ours are different 那正好我们在第二课讲过 my什么yours什么his ours theirs 我们在这个比较机里面用的很多 所以希望各位把第二课 那个yours mine 复习一下不要忘记了 下面就请各位看 下面四组的例子 my watch and yours are the same 我的手表和你的 are the same 都是相同的 第二 our tv 我们的电视 and theirs 和他们的 他们的就是他们的tv are similar 这两个比较起来 看起来有点相似 第三条就是my head 我的mouth and his his不要忘记了 也是一个所有代名词 代表他的帽子 我的帽子和他的帽子 are unlike 是相像 或者是讲are identical identical是一模一样 或者是讲完全一样 identical就是百分之百的一样 第四 her scarf and mine scarf就是围巾 他的围巾 and mine 和我的are different 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所学的两组的公式 我们所学的第一组 a is the same as b 第二组就是a and b are the same 你把它这个公式 多练一练 你干脆用a和b两个字母来代替 也可以 你说的熟练呢 照样把东西放进去 也就可以马上说成一句话了 a is the same as b a and b are the same a is similar to b a and b are similar 这么念 念它个几百遍 这两种说法都一样的意思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affirmative sentence 和这个interactive sentence negative sentence这种顺序 再给各位举一些例子 让各位更加熟练一些 第一组就是affirmative sentences 肯定句 my watch is the same as yours 这些句子跟上面的差不多多少 我们就快一点讲 我的手表跟你的是一样 第二 your hat is similar to his 你的帽子跟它的是similar 相似的 第三 his car is like mine 他的汽车跟我的很像像 第四 her book is different from ours 他的书本 is different from 不同 跟谁的不同呢 from ours 跟我们不同 我们都用这一本书 不晓得这个小姐 她用了另外的一个课本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学的这四组 一定要把它备会 the same后面用as similar后面用to is like like后面什么也不用 different的后面要用一个from 这些都不能够有所改变 请各位再看第二十七页 第五句 your watch and mine are the same 现在a and b放到前面去了 这两个要比的东西摆在前面 后面要用are the same 一样 你的手表和我的一样 第六 your hat and his are similar 你的帽子和他的是相似的 his car and mine are alike 他的汽车和我的是相像的 第八 her books and ours are different 他的书本和我们的是不一样 这是用这个第二组的说法 说出来的是五六七八这四句话 下面再看b这一组 interactive sentences 一问句 is my watch the same as yours 其实这种一问句 就是我们从前所学的这种b动词 b动词各位都学过了 那就是变成一问句的时候 把b调在主词的前面 前面是my watch is the same 现在is my watch the same as yours 一样的这种说法 第二就简单了 is your hat similar to his 你的帽子跟他的是相似的吗 第三 is his car like mine 他的汽车跟我的很像像吗 第四 is her book different from ours 他的书跟我们的不一样吗 is her book 下面her book 第八句 那个book加了s 那就改成r 所以这些地方都要注意 那么第四句话是 他有一本书跟我们的不同 然后第八句话 他有好几本书都跟我们的不同 这个difference 这个不同之点 给我要看得出来 第五句话 are your watch and mine the same 你的手表和我的是相同的吗 第六句 are your hat and his similar 你的帽子和他的 his就是他的帽子 similar很像似的吗 第七 are his car and mine alike are his car and mine 这里要用个r his car也是一个 为什么用r呢 因为his car and mine 中间用and连接起来 这两个人的车子 所以前面用r 他的车子和我的车子 这两个就变成两辆车子了 所以用are alike 第八 are her books and ours 这里有很多书了 如果他的一本书也要用r 为什么呢 are her books and ours 用ours有很多本书 her books是一本书 但是用and连接起来 还是好多本书 也要用r 那么在这里 他的书也是复书的了 当然更用r are her books and ours are different 他的书和我们的书不同吗 这就是疑问句 在下面我们再看这个negative sentences 否定句 my watch is not the same as yours 很简单 那就是跟过去b动词一样的说法 变成否定句 用一个not放在is are的后面 my watch is not the same as yours 我的手表跟你的不同 your hat is not similar to his 你的帽子跟他的并不像似 第三 his car is not like mine 他的汽车并不像我的 第四 her book is not different from ours 他的书本跟我们的并不是不同的 结果还是相同的 第五句话 your watch and mine 你的手表和我的手表 are not the same 并不一样 第六 your hat and his are not similar 你的帽子和他的并不是相似的 第七句 his car and mine are not alike 他的汽车和我的并不是相像 也可以叫are not identical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his car and mine are not identical identical是完全一模一样 他的汽车跟我的并不是完全一样 第八 her books and ours are not different 他的书本和我们的并不是不同的 那又是相同的了 所以这个否定句就把前面的意思 整个的做了180度的大转弯 这是各位要了解的 最后再看D这一组 27页的最下面 是wh的questions 为这些疑问句 各位要把它想出来 要用很好的句子才可以 比如说第一句话就改成whose whose watch is the same as yours 谁的手表是跟你的完全一样的呢 whose watch is the same as yours 你的手表丢了 你报告了这一个警察局 警察来调查这个案子 好那么你的手表跟谁的一样 你找一个试试看 我们看到了他的手表就照这个样子去追赃就比较好 所以问whose watch is the same as yours 谁的手表跟你的一样 第二 whose hat is similar to his 谁的帽子是similar 相似的to his 跟他的相似 第三whose car is like mine 谁的汽车像我的 这里用whose最好 第四why is her book different from ours 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书本跟我们的不同呢 我们都是今年的版本 那么他为什么是去年的版本 老书本大概是 所以他的书本跟我们的内容不同 第五 whose watch and mine are the same 谁的手表和我的是一样的 第六 whose hat and his are similar 谁的帽子跟他的是相似 第七句 whose car and mine are alike 谁的汽车和我的是相像的 第八句 why are her books and the hours different 为什么他的书本跟我们的不同呢 那么这些都是用whose或者why 用whare昏的很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够用的疑问词并不多 这四种的句型我们讲过了之后 今天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各位听众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ose wh uses